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荷兰国民健康和环境研究所以及肝状专家呼吁 家庭医生要密切关注世界范围出现的儿童急性肝炎的可疑症状 在世界范围里,愈来愈多儿童出现这种肝病,包括在荷兰 最近几个星期,在荷兰格罗尼根大学医院的移植中心,看到了4个病例 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在19号发布声明表示 目前丹麦、外尔兰、荷兰和西班牙都已经出现这种肝炎的病例 美国也发现了9例 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对急性肝炎发出警告 特别是在英国,有几十名儿童患病,出现了恶心、黄坦、复射和腹痛症状 但多数患者年纪都很小,在2-5岁之间,但亦有10多岁的青少年,患了这种疾病 这种神秘的急性肝炎的具体症状,包括流感的症状 好像腹射、恶心和腹痛等等,还会出现黄蛋、瓊血和上睡觉等问题 而6岁以下的儿童甚至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在这种情况下,请咨询家庭医生、医科医生或公共卫生机构 荷兰移民规划局正在采取措施加快家庭团聚的程序 在实践中,意味着这个机构在调查跟随家人前来荷兰伴侣或儿童的时候 将不严格 但是这位家庭成员必须持有在荷兰的居留许可 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团聚申请处理的期限 已经超过了规定的6个月 持有居留许可的寻求庇护者可以将其家庭成员接离荷兰 可能是伴侣和亲生的小孩 他们来荷兰的申请,必须在6个月里处理原本 但是,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可能获得所要求的文件 因为原则国的行政实践和个人的情况 有些时候很难做到这一点 从4月底开始,移民局将更多考虑这个问题 例如,对于未成年的子女 这个机构可以选择进行DNA的测试或面谈 而不是在官方文件遗失或不存的情况下 就完全拒绝这些人的申请 或者将审批的程序拖得很久 关于瓦兰的局势 欧洲理事会主席抵达基夫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正在基夫访问 他还将拜访乌克兰的总统扎连斯基 米歇尔在一篇推文中说 他已经到达了自由民主欧洲的中心 一张照片显示 他在乌克兰首都的站台上 拥抱了乌克兰的欧洲事务部长 虽然俄罗斯军队已经从基夫地区撤出 但这座城市仍经常遭到炮火的袭击 克里姆林宫的峰会说战争是灾难性的错误 根据美国通讯社彭博社的报道 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中 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决定 政国性受到质疑 普京圈子的一些诚言认为 俄罗斯的入侵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将会使这个国家陷入多年的麻烦 有10位不同的消息来源人士 这样告诉彭博社 不过这些消息人士还说 克里姆林宫内部的这次峰会认为 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 没什么可能改变路线 普京圈子的一些人担心 普京可能会掃出核武器 与此同时普京试射洲制导弹 普京总统宣布 俄罗斯今天测试了一枚洲制弹道导弹 他在俄罗斯电视台上说 这种名为薩尔马特的武器 是从俄罗斯西部部的普列射之下发射的 据说 击中了俄罗斯东部 勘察加半岛的目标 普京表示 薩尔马特导弹 让那些用疯狂的攻击性言论 威胁俄罗斯的人 要深思熟虑 据他说 并没有任何导弹的防御系统 可以追踪到这种导弹 他说 这种武器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 不用多久就会出现 据他介绍 薩尔马特导弹可以增强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 西方报导说 俄罗斯此前曾经测试过 已经研发多年的薩尔马特武器系统 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 这种弹道导弹至少可以攀带10枚核弹头 北约之前 将薩尔马特导弹称为撒弹的导弹 这里是荷兰热议频道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刚刚听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并且推荐给你们亲戚朋友 看来自台湾一则烏龙新闻 台湾华视新闻台今早快讯部分 出现了新北市中共军导弹击击 台北港舰艇爆炸、设施船舶选委、 战争有爆发之余、 中共备战频繁、 总统发布紧急命令等字样 台湾民众一片哗言 华视今日对此回应表示 今早早快讯内容是昨日录制的防灾影片的讯息 相关工作人员因为路径设定的错误 将防灾演练用的快讯文字刊出 华视新闻已第一时间向民众澄清和道歉 也将严重失职的人员 据法新社报导说 台湾民众的反应虽然是愤怒和不屑 但星期三上午在台北街道上 并没有恐怖的迹象 这次新闻虽然是乌龙的报导 但也是台湾島内新闻乱象的写照 台湾那么乱,上海又是那么乱 中国上海封城很多民众通过社交媒体 表达对封城造成的物资短缺 和中国政府的不满 微博过去几日以来 封杀了多个与此有关的热手话题 其中甚至包括中国国歌 二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此类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微博封杀中国国歌的歌词 西方观察人士说 太虚幻了 这个不是中国社交媒体第一次封杀国歌的歌词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初期 触发了网民对当局的愤怒 当时,豆瓣曾以含有激进时政或意识形态作为理由 封杀了同一句国歌的歌词 国歌都可以封钟南山等人的文章 又算了什么呢? 先讲讲刘小冰的文章 新兼中国人大代表的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冰 昨天在微博上建议科学防疫 呼吁缩短封控期 停止一人确诊或疑似 就全部封锁整座楼的做法 这篇文章出现大半日后被屏蔽 另外,防疫专家中南山指动态清零不能长期维持 中国需要有最开放的学术文章 也遭到学术期刊下架 转发的平台也删除了这篇文章 刘小冰19日早上发表题为 《关于进一步提高全国防疫工作科学性的建议》的帖文 文章虽然没有反对动态清零 但要真正理解 不过仍不能过关 帖文当晚被人发现屏蔽了 点开之后出现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的字样 近期不少中国医疗专家就动态清零表态 包括退休前为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 长征医院副院长的茂晓辉 曾经赞文说 呼吁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下 非因疫情的额外死亡率等各种刺身灾害 倡议居家隔离 并且喊话 掌握话语权的传染病专家吴俊友和梁万年 不要继续误导人民 另外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联同广州专家在本月上场上架的英文版 国际科学评论发文指出 动态清明不能长期维持 中国需要有罪地重新开放 让社会及经济发展恢复正常 并适应全球重新开放 文章又为有罪重开提出多项的建议 包括以省时省力省资源的抗原法处检测 作为社区检测的首选 以及加强全国的疫苗接种率 以及加快研发针对性的药物等等 有关文章曾经被外国媒体视为 中国政府为终结清明而铺路 但文章公开后马上被期刊下架 中南山的文章发布后 引发了守护、网易、腾讯等大陆多家媒体的转发 但截至目前为止都已经遭到删除 从时序来看期刊的文章 一本需要较长时间的审议期 有关的文章可能是在党总书记习近平 在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 针对这波疫情重新坚持动态清明之前提交的 刊出时便和主旋律不同调 因而遭到下架 而中疾控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俊友 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卫等 继续发表文章 为动态清明护寒 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卫4月18日发文章 强调要歧视思绵般反对 与病毒供串病毒流感化的错误论调 中国卫生健康系统要发扬斗争精神 巩固防控成果迎接中共的二十大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19日 在家定区视察时强调 要深入贯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孙春兰副总理 在上海调言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提出的要求 坚持动态清明的总方针不动摇 又来看关于莲花清瘟的新闻 在新冠疫情中走潮的中国中盛药莲花清瘟 近日陷入了渔林的风波 生产莲花清瘟的以领药业4月20日作出回应 说报道莲花清瘟研发过程只有15日 和事实不符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 以领药业今天在互动平台上回应 关于莲花清瘟的争议 有投资者提问说 媒体报道从研制到生产莲花清瘟的膠囊 仅仅用了15日 希望了解研发周期和实际功效的关联度等等 以领药业回答说 莲花清瘟新药研发过程是国家在特殊疫情期间 快速审批和研发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符合国家药品监督部门新药研发的程序 中国前首富王建立的公子 王思聪本月14日 在微博上转发得一征 有关联花清瘟膠囊的消息 并且说 监管的部门应该检查以令药业 这个言论很快在网络上发酵 之后定向医生和学者姚毅 亦接连发文质疑联花清瘟 不过 从19日晚上开始 王思聪微博页面显示 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这个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的状态 王思聪这个月14日 在微博上转发了一征 题为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瘟 谁说给你听的视频 还在贴文中写道 政监会应严查以令药业 不过他后面删除这句话 只留下视频 对王思聪被禁言 有网民认为与莲花清瘟事件有关 但亦有人指出 他因质疑核酸检测而闯和 昨日网传的一则微信朋友圈显示 王思聪是这样写的 每天早上的核酸检测 检测的不是阳性就是阴性 而是你的劳性和血性 从今天开始 不再出门做核酸检测了 又看上海卫健委的情况 上海卫健委主任头痛要住院 上海疫情仍然紧张之際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 乌鸡雷4月19日入院 被诊断为血管性头痛 中国经济观察报 引述多个信员报道 现年60岁的乌鸡雷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他被复旦大学附属的中山医院收治入院 被诊断为血管性头痛 乌鸡雷在3月份上海疫情持续扩散之際 曾经有3日刊见的神仁 由他主导的上海疫情发布会 3月13日 亦改为由市卫健委的副主任陆涛宏取代 到3月16日 在上海疫情发布会上重新出现 经济观察部说 3月份以来 上海市举办了48场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乌鸡雷出席了26场 不过他4月11日之后 就再无出席发布会 现在已经因为头痛而住院 真是头痛了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